您请看一下 以前我们应该很容易分析出来 就是说台北哪一个区 不管是过哪一个局 他们的提出新闻数有多少 那我们总该要知道总比数有多少 例如说我往下拉一点 有看到吗 总共新闻有几笔 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九笔新闻 那我们是不是要知道说 哪一个单位别使用新闻公告频率最高 对不对 这我想应该用以上都可以算算 可是因为我们的时间 因为大数据 所以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既然这么长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单位 它使用的频率是怎么样 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如果是越来越多 而且跟整体来说 大家是越来越多 大家是越来越少 可是只有这个单位是越来越多 这又代表什么意思 对不对 就是要去分析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要架构在你已经有一些以上基本的概念 例如说时间 我们贴文的时间 我们可能比较了解到的分析就是说 哪一天贴文最多或是哪一个月贴文最多 我们可以算这个网站的使用率 那可是呢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使用率来去看它的一个趋势 它长期这样的变化 使用率是下降还是上升 这我想应该是我们最应该要去关切 因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花钱请人来帮我们做网站 对不对 这我想台北市政府应该做了很多很多的网站 可是你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评鉴的标准 经过了五年 你觉得这个网站需不需要去改头换面 还是需不需要撤掉 还是继续摆在上面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要学会到说 至少知道说这个网站 甚至我还可以调查出来 哪些单位本来刚开始批命在使用 后来都不用 那请问你这样要怎么宣导 对不对 就是一个议题支持度或不支持 这都是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去做分析 最常看到的比较就是 这一周的使用率跟上一周的使用率来去做比较 或是今年跟去年的比较 也就是同期成长 当然有成长可能会有同期下降 好 那接下来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新闻嘛 新闻 像例如说每一年流行的新闻话题会不会改变 会耶 好 你想不想去了解到这里面的一个新闻流行趋势 你告诉我以色谣怎么算 以色谣这边怎么算 不能算了吧 好那其实我说穿了简单说就把这里面的字啊 名词全部挑出来 挑出来看他字的排行 就是出现的字评 词评 应该叫词评 因为两个字叫做词嘛 词评 这就是文字探勘 好 大概了解了哦 大概了解到这件事 还有就是新闻 有些新闻是不是会有那个期间的限制之类的 好 那我们来去看新闻的生命周期长短 再慢慢 sprout 词评